这我真没想到 现在还有这种连一百万都拿不出来的家庭 这我真是叨了大妹了 这是啥情况呀美女 你看这我还不是才结婚一个月 这可都没有签了 没有签了 对呀 这迷迫刚开始介绍的时候 说的南方家庭普通 我想这种普通 你不得有一百万吗 已经算很普通了吧 普通家庭一百万很普通 对呀 你这现在拿不出来一百万 这不是一废物吗 那你说的美签是啥意思 刚结婚不就啊你这是 对呀 我这二十万没有了 这花完我给他妈就要签你了 没有签了 你刚结婚不就花二十万是投资了 啥投资啊正常开销生活 就你自己花了 对呀 那有啥时候让美结婚不就花二十万 你这个开销可不低啊 啥懂也不低 我有天天没有吃海神鲍鱼 我有补卖冰棒舍质品 还没有招四个保姆照顾 这不是正常开销吗 那有啥时候让你这个正常开销 确实有点搞 现在搞不搞 已经无所谓了 我要赶紧脱离这个废物的家庭 这是啥情况呀美女 我给你算笔上 你都明白了 她的父母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 收了一边 就二十万块钱 这不是一废物吗 这她爸妈工作那么多年 没有占一百万 那就是一废物 她父母都这个样子 她二肯定也一废物 我肯定不能再跟着她了 呃 美女啊你可能刚结婚不久 你对这个生活啊还不太了解 有可能说啊 每个人的拱值是无钱关键 凡事啊并不是代表你 每个月寸无钱 你还要日常应酬 日常开销 这都需要签的 再说啊 孩子的以时助兴 那都需要费用的 所以说这个算法并不是这样算的 那我不管 她没有占了一百万 那她都是个废物 你赶紧给我看看 这姻缘能值多少钱 我赶紧来给她离婚 呃 这姻缘是咋来的 美女 这姻缘是我结婚的时候 然后她爸妈给我了 然后说的啥穿甲包呗 关知欠啊 我这 不给她要原因了 我给她要离婚 我不得赶紧把她东西卖了吗 你这就三块吗 美女 不是三块 家里面还有三块的 不是给六块留留打算吗 说的 哦 有啥说啥 你这个孔孔婆婆啊 也是挺好的 三块银院 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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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意美好的银院 而且有点愿性 温温温温 特别适合结婚 调了臂种 还是可以的 英国的战日银院 大豆 和川样 这个战日呢 是 哎呦 无令 温脂 温味 老宝酱 状态还是不错的 但是是一个普通般 你这川和大豆 都是柴宝酱 哎呦 无散 哎呦 而且是爽面乌柴宝酱 这个的价值 因为这个宝酱特别漂亮 它会上省一部分 然后再看你这个大豆 你这个大豆带一个斑壁 也带乌柴 上颠念右脚帽 大豆的斑壁啊 非常多 一指雷由上浅中 还要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 消搬 不值钱的搬壁 想贵一点的搬壁啊 有偶搬 乌厂搬 赶树搬 和朱介华 都是比较贵的 你这个财 假的带个消搬壁 也会高一点 像我给你报价夹位吧 这个的话 一千一二没问题 这两个各价一百块钱 没啥问题 看嘛 果然是废物 都这一千多块钱 还手穿甲薄嘞 是这样啊 美女啊 可能是刚解闻 还不理解 普总人的省货 目前就咱普总人而言啊 一年能春个散无万块钱 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无论指尖的省货怎么样啊 你要想 以后的省货幸福 受险还是要需要 两个人空中奋斗的 凯渊接溜 像你这个港姐魂 就把二十万花掉了 有啥事啊 这个太普账浪费了 那省货不都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 你可能说啊 你把这个普总人 看来太厉害了 现在春宽又百万的家庭啊 基本上二百个人里面 找出来一个 就不错了 是这样美女啊 刚才你说说了 这个是拱伯伯给你了 有啥事啊 可能说 你们两个人 有一些误会 狗懂卸跳 刚结婚 哪要就离婚了 对不对 再回去赏量赏量 你不要 我还不屑于卖了嘞 我赶紧回去再给他 这个婚我是离定了 生了他到时候 我赞他的便宜 尽量别离婚 这个不是玩戏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观看